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周最重要的经济数据我认为是美联储局将成为焦点 在明天开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将召开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 由于担心全球贸易紧张的局势长期延续并且拖累美国经济的增长 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局今年将降息两次以上 投资者希望验证这些预期是否与美联储局的想法相符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在想美联储局不会在这个礼拜 也就是6月份的FOMC的meeting做出任何的决定 他们会很小心的并且会很谨慎的 最早的一次降利息是在7月31号 这个是大众所瞩目的 OK 我们请介意来给我们做6月份的美股的成绩表现的转述 好的 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政大指数经历了这个标音妹 但是市场并没有过可谓 6月份的话已经再一次的收回到2900点的这个附近 短线上的话我们节奏上看 那个市场的目前已经盘整了将近两周的时间 每一天的这个交易都是以一个实施心或者是上下引线的这个方式 来进行一个收盘的 说明了这个短线上在调整的过程当中 市场还是有买盘继续介入的 也就是在短线上有卖方的压力情况下 那并没有对整个的技术面形成太大的一个压力 从目前来看的话 我认为个指数就是一个盘整的一个过程 因为在6月初的那一轮反弹的过程当中 整个这个个指数反弹的幅度也是非常大的 可以说这是一个扭短节奏的图现 如果短线上出现如此大的这个反弹的话 那么局部修正一两周的 用一两周的时间来进行的修正 我觉得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 目前我们面临的就是说 FOMC的一些这个利率方面的一些决议 但是从技术面来看的话 上方的空间已经是打开的了 那么也就是说 标普的话呢 我们应该可以 在近期就可以看到新高的出现 如果说要是市场给我们surprise的话 后续这个新高呢 会来本月出现了 所以说呢 目前来讲的话 我个人还是非常的乐观 来看待后市的一个发展 但是呢 我们要抓住一个市场的一个节奏 也就是说盘整的过程当中 它的激进行节奏呢 都是比较缓慢的 一旦有消息面出现的话 如果出现市场短线上的一个下跌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 低开一定会高中 摆盘肯定会介入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我认为整个这个最后一轮 短线上我们所看到的下跌的行情 或许就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洗盘 一个震仓的一个动作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还是我个人维持的这个年初的一个判断 目标点位呢 还是往3200点去看 这是我对标普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看法 嗯 3200点有没有时间的prediction 是到年底吗 是到年底 那这个灵感是来自标普 道琼斯和纳什达克的相应点数 有想法吗 道指的话呢 这个上档空间也是打开着的 上方的话呢 目标的话 还是前期的高点是26700点 那么我们从周线图上来看的话呢 节奏上还不错 目前所处的这个位置呢 是多方控盘 那么从月线图上的这个节奏上来讲的话呢 整体上我们一旦突破了26700点的这个位置呢 上方的话呢 还会有一轮的行情 有可能会来到3万点左右 从整体上来讲的话 像从月线图整个这个盘整区间 应该是从18年的1月份 一直算到19年的6月份左右 所以说呢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来进行的一个横向的一个巩固的一个过程 嗯嗯 7月份2019年onwards 那您觉得有哪一些因素会造成 道琼斯不会达到3万点呢 道琼斯不会达到3万点的话呢 从各股的运行上状态上来看 那么它的这一些成分股可以说都是调整的非常的一个充分了 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多头的话还会继续的维持一种强劲的上涨的一种姿态 一个延续这个趋势 那么对于前期调整幅度比较大的 你像这个苹果电脑现在呢已经恢复元气了 准备呢有可能还会往2115元的上方来继续这个进攻 所以说呢还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新高的一个一个状态 所以说呢像这种篮球股的话呢 而且是道指的道指只有30兆成分股 所以说呢被个股操纵的这种概率的话呢还是蛮大的 所以说呢对于目前来讲的话 我认为道指的话呢可以还会有继续向上推动这种这种潜力 或者是这种动能是这样 好纳什达克一直是在三个指数里面啊 高科技股权重股呢下跌就造成纳什达克的指数表现得比其他两个指数要糟糕 好但是现在呢纳什达克也已经回到20天50天 以及200天的均线之上了 对于纳什达克今年到年底您的感觉如何 从纳什的这个走势上来 尤其从今天的其实纳什的这个成分股呢 最重要的话我们就无非关注的就是生物科技板块 那么在今天的行情当中呢 我们也看到了它的这个ETF一些整体走势啊 都出现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 所以说呢我们从纳什达克的这个指数上 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来讲的话呢 还是多方的进行一个控盘 上方的阻力位呢是8200多吧 对那个是前期的高点 前期的高点那这个前期的高点 因为整个这个趋势呢还没有给我的感觉啊 从整个这个盘式的盘感上来看的话 市场还没有进行一个加速的一个上行 那么如果加速上行的话 纳什达克目标点位从月线图上来看的话 应该是可以到达一万点或一万一千点 信不信由大家了 是是是好的 听众朋友那么在现在还有一件事情 要值得大家关注就是G20的峰会 它是一个推动局势继续发展的舞台 预计呢贸易紧张的关系的解决 将颇费周折 那在G20的meeting呢 看看这个是不是美国还有中国的头 会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关于中美贸易战的事情 那现在明显的看到中国欧洲以及苏联呢 已经联合在一块对于5G的推广 当然也是不能靠了美国给他们允许这么做下去 所以现在地缘政治以及原油还有各地方的这种 武力相向的态度 似乎我们也不能够漠视这种情况了 那您是不是觉得啊 在联储联储局在礼拜一报告 那因为这个也许这个就是礼拜三 本周三要降息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今年可能会降息两次 这种情况是不是已经充分反映到我们现在的股票市场里面 我们是不是在Summer Rally中间 目前来看的话 我认为应该是市场面 还面临着一个阻力位的一个突破 那目前呢姿态就摆好了 关键就是说 呃需要一蹴而就 那么我认为呢目前这个消息面的话呢 或许会这个引发一轮换手盘的一个出现 就是说短线上我所说的调整 但是呢我认为呢这个调整的话呢 应该是在日内就应该能出现的 也就是说日内的话呢 会出现一个急速下跌 或者是急速拉松的一个动作 这样的话呢形成了一个这个下雨线 这样的话我认为这个市场呢 或许会被短线上的筹码会被起的比较 形成了一个这个下雨线 这样的话我认为这个市场呢 或许会被干净一些 这样的话呢上行的时候呢会比较轻松 那所以说呢 对于目前的整个的一个市场来讲 如果说不加息的话 不减息的话 我觉得市场也没差 它会按照原有的这个节奏 还会继续的这个上行 如果减息的话呢 那当然了这个市场的这个 这个流动的资金更加的充足 那么一旦突破上去的话呢 那么有更多的这个资金呢 会接会介入这个市场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嗯嗯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缩表不缩表啦 或者是加息或者是不加息 或者是减息减息两次或三次 从来都没有一次是像这一次啊 像今年六月份 众说纷纭 有的人认为干嘛降息 你就把那个要缩的表 不要缩的这么厉害就够了 我们又不是欧洲 我们也不是澳洲 那我们是美国 你降息是否会太显得急促了一点 那有的人说为什么要降息 美国经济这么好 根本就是应该要加息 哇各个都是已经成了这个利息的分析师了 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看联储局 他和其他的有投票权的这些 各个分地的联储局的局长们在后天就要决定利息 到底是不是动或者是他们盘后不动的话来说的这些话 那现在到了Summer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是高科技股比较会弱一点的表现的比较平淡 也看到美元汇率是上涨的 然后黄金的价格也是上涨的 这个到底要怎么办 好我们要进工商资讯之前 我们先把借梗他的投资专线告诉大家 如果大家在投资方面需要请借帮忙 有重要的问题要问他 请致电626-788-8887 626-788-8887 那么我们请借梗来讲你的微信号 我的微信呢是JAYGENG001 那么公众号呢是GDWM2020 绿丸财富谢谢大家 OK好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听众朋友不要走开 精英理财为大家介绍最新的长期护理保险 夫妻合买一张保单 一份保费保两人 终身无上限 保费固定不涨 用不到长期护理 有人受保险理赔 可做1035Exchange 同时介绍最新指数年金 开户有现金红利10% 保证每年增值10% 稳赚不赔 欢迎报名参加免费教育讲座 讲座时间6月22周六下午2至4点 留座请致电408-466-0233 408-466-0233 昌星珠宝CH Premier隆重介绍 Forevermark永恒印记美钻 精湛工艺打造 绚丽璀璨 彰显女性独立 勇气决心 稀释珍品 完美无瑕爱的承诺 Forevermark Tribute Collection 湾区华人独家代理 San Jose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 Talato Stanford购物中心 昌星珠宝 湾区房地产市场 什么时候是进场的好时机呢 哪一种地产投资的回报率会更高 请报名参加地产投资讲座 电话和微信全号 408-800-5988 408-800-5988 GMCC万通贷款银行 拥有9家分行遍布南北家 专业高效的运作 灵活多样的贷款方案 与100多家Landing Resource合作 即使大额贷款 Jumbo Loan都可以In-house 独立审核批准 放款可制2000万 我们努力为每一位客户 提供最专业的服务 公司扩大经营 承招有经验的 Loan Processor Underwriter和贷款经济 有益者请短信至 650-996-1982 650-996-1982 好消息 好消息 特大的好消息 上市公司中文投资网旗下 汉浦生命科技 2019巨线爆款 New Leaf CBD 绝对是汉麻油中的劳斯莱斯 解决压力大 严正 失眠 包括绝症等问题 至尊汉麻油 让您生活无忧 立即订购 优惠就在今天哦 订购电话 1888-789-1670 888-789-1670 65岁以上70%的人都可能用到长期护理 这个问题不能被忽略 最新的AC长期护理帮您分忧解难 一份保费 一张保单 保两人用 还可以用401K Aira支付 要清楚了解详情 就要参加6月22号下午2至4时 在Fremont举行的长期护理中文讲座 今天就和Sabrina Chen联络 报名电话415-602-0347 415-602-0347 范语集团首创财富管理 一站式平台 是人寿保险 年金规划 投资理财 贷款 汽车房屋保险 一站式权威 总部位于洛杉矶 北加州 San Jose San Mattel Pleasanton 三个办公室 为客人规划 最适合的汽车房屋保险 是您财富管理的首选 北加州专线 888-831-8868 888-831-8868 但语用心 让您安心 Google Match Rail 邀请您加入地产贷款团队 Google Match Rail 在地产和贷款领域 双双业绩显赫 专业的培训 帮助您在地产和贷款双丰收 请来电408-720-6800 408-720-6800 好消息 好消息 湾区著名南湾过敏 及哮喘专家诊所 在中半岛红木城 开第四家分所了 由医学博士 徐安林领导的医师团队 为广大过敏 哮喘 食物过敏 群麻疹 湿疹 免疫缺失等疑难病人 结成服务 治疗经验丰富 圣河西 山景城 Los Carlos三家诊所 南湾过敏 及哮喘专家诊所 红木城分所地址 100R Street Suite 2 Rewoo City 四家诊所总预约电话 408-286-1707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Jay你好 大家好 是 其实联储局的手上 有很多法宝 可以达到同一个目的 那现在既然讲降息 有的人又说不要降息 那他现在正在缩表 有人说不要缩表就行了 你也不需要降息 关于这方面 J梗是有话要说的 对 对于目前的市场的 大家的一些意见来讲的话 我觉得 各有各的观点 我认为是非常正常的 就像我们一些 基础面的分析师 和基本面的分析师 所分析对市场的 一个分析态度 也都是一样的 100个人 有101个答案 那么对于 目前呢 这个我们刚才 周小姐呢 也是跟大家所介绍了 大部分的这个观点的话呢 就是持有的时候说 为什么这个 降息就好 可以采取降息 为什么 为什么不停止这个缩表 但是我认为呢 这个缩表啊 其实就是美元 美国政府呢 这个抛售资产的一个过程 也是说 它这个把这个贷务 停轻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呢 一旦是说 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或者是 under control的话 那在日后处理各项 意想不到的危机的时候呢 美联储会更加的这个 其中一些 或者是更有更多的这个手段 那么 降息的话呢 无非就是提供市场的一个流动性 钱赚了 那 这个这些这个 这些资产抛出去的话呢 也愿意有人去接盘 所以说呢 整个这个目的呢 就是说提供流动性 然后呢 做一个换手 然后呢 这个钱呢 再一次的回到这个国库当中来 然后呢 这个控制一下 整个这个 美国 美国整个这个经济上的一些风险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 一个措施 第一种 如果说 一直维持的 这个目前的这个利率 利率来讲的话 那么市场呢 也都是比较紧张 那如果说你在 采取这种 说表的 这种 呃 方式的话 那 整个这个市场的资金呢 就出于这个吃紧 那对于整个这个股市来讲的话呢 就会形成了一些那个卖压 所以说呢 好不容易反弹上来的股市呢 如果是说 大家都纷纷抛售股票 来换取现金 来进行一个资产的一个兑换的话 什么对于 市场也好 这个 嗯 其他的外汇 外汇市场也好 外汇市场也好 都是一个不小的一个冲击 我觉得美联储这么做 有它的道理 所以说呢 大家呢 还是呃 尊重一些吧 我想大家的心态应该是说 呃 follow the trend 现在这个trend就是follow the Fed的decision Fed的decision呢 就是follow the rate rate怎么走 我们就怎么玩 对吧 对的对的 好的 好 我们现在开始主动的来提出一些股票啊 在最近动荡比较大的 比如说 第一只我们来看一下的就是阿里巴巴 代号是BABA 阿里巴巴将要在香港上市了 那这个对他们公司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 今天的阿里巴巴上涨1.45% 达到的价格是160块4 好的 那么目前从阿里巴巴的这个上 呃 走势上来看的话呢 短线上是处于反弹的节奏当中呢 不过目前呢 167.5到169的这个位置上的话呢 有两个比较密集的一个阻力位 啊 所以说呢 反弹的话 大家呢 可以关注这个阻力位 如果说突破不上去的话 一旦 一旦 小头向下的话 还会出现那种向下 呃 测试150 呃 150元的一个20探底的一个动作 大家呢 呃 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个股的这个运行节奏 嗯 alright 好好 回答的非常妙 那么接着再看NVIDIA NVIDIA可以说是受伤非常惨重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另外一只 性质比较相同的股票是AMD AMD呢 也已经连续一二三四五五天的下跌了 到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天是下跌3.46% 呃 价格是在29块三毛一 好的 那目前呢AMD呢 借助的这一轮的行情 它已经最高的话呢 是来到了三十四点五 可以说呢 勉勉强强出破了全期的一个 呃 一只股票就是新浪网好吗 新浪网自从跌下去以后就没有上来的 那基项C呢今天小涨0.82% 价钱是40.66% 好的那么新浪呢可以说之前 几年前啊可以说是被机构呢 给炒作 给炒作过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它的目前从它的波动性来看的话呢 其实它的这个波动性并不是十分的好 而且呢比较弱 呃 可以放在43.25% 然后呢 转线上的支撑的话呢 是在39% 如果从这个周线图上来看的话呢 整个目前的运行节奏 就是呈现出空头的节奏当中来 那么目前呢 这是近一个月的一个盘整的一个空间 其实呢 它还是在修正 呃 一个月前的一个从49元调整到40元的那轮 从下跌过程当中的一个一个节奏性 那么收拾完之后呢 我认为这张股票呢 还会继续的向下 对于全球之后 所以说呢 有些中概股的话呢 在中美贸易这个没有结束的时候呢 呃 大家呢 需要格外的注意 因为呢 有些 呃 一旦这个美国出现 呃 再出现一些相关性的 比如说 针对中国的上市公司 呃 所采取的一些额外的一些制裁 或者会对这些股票呢 还会形成一些压力 那微博跟新浪一样 也是受到指资害吗 因为微博已经成形成了一个WM之头的双顶 现在也都在破线 在三条均线之下 微博41块6毛3 好的 微博和新浪呢 这个节奏呢 是一模一样的 嗯 嗯 好 是一模一样的 对 OK 看一下Beyond的 它的这个 我补充一句 这个微博的这个 微博和新浪的这个总是呢 其实呢 是相当于古多 和它的 那个公司 GOG和GOG 它两个 差不多是一样的 嗯嗯嗯 好 Beyond是一个 刚刚上市的IPO 它算是比较漂亮的 就是 似肉非肉的一个公司 Beyond 今天再度上涨了10% 现在的价位 啊 你看才两个月啊 就到达了167块2毛3 好 Beyond的话呢 短线上是处于超买的 这个当中 我们看到 呃 近期的 近期的话呢 有一个缺口 大概是在100元的位置上 然后呢 在4天的行情 不用的话呢 还出现了一个缺口 那么说明呢 上涨的这个动能啊 还是十分的强劲 呃 如果说在未来的 几个交易日 连续来呢 它也是有一些 自己的一个 一些这个prog的 一些 呃 做大麻的一些业务啊 所以说呢 目前呢 呃 这些业务的话呢 还没有正式的 这个开展 只不过一些 这个厂房啊 或者是正在进行当中 所以说呢 对于目前的这个手势呢 反映上 从技术面上来讲 的确是不好 但是呢 我们可以关注它一下 因为呢 从它的整个的 基本面的租值上来看的话呢 从 呃 cash per share的话 每一股的现金值 应该是在22到23左右 所以说呢 目前呢 只有16块钱 如果说这家公司 即使要申请 破产或 或借卖资产的话 呃 那么 每一股也是值 22块到23块 所以说呢 目前来讲 从基本面来 基脉上来看 它是被低估的 然后呢 我们就要等 这个技术面看看人气呢 能不能出现一定的这个牛转 嗯 好 接着我们要来看看黄金了 黄金离历史的新高 还有一段距离 可是在2019年 却是长盛的一股 今天是小跌 0.13% 价位是126块 三毛九 好 黄金的话呢 总体上还是在一个横向的区间内 进行一个波动 波动区间呢 是在1350到1111164 那我细分的话呢 应该是在1280到1350之间 这是近期的一个短线上的一个航行 那么目前来看 黄金的话 有可能会突破这个横向的整理区间 目标的话呢 我们可以还是长线上来看 操作黄金的话 目标放在1550元左右 哇哇 OK 1550元左右 OK 好的好的 J 朋友们 我们就金山的朋友 如果说您对于投资 有兴趣要请J来帮忙的话 可以致电到6267888887 6267888887 或者是加J的微信号 他的ID是JYGENG001 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到了 非常感谢J给我们这么精彩的点评 感谢您 您还有没有任何事情要补充说明的 没有了 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大家呢 尽管可以给我发微信 和打电话都可以 我可以愿意给大家服务 感谢您 好 J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到 我们下次再谈 拜拜 拜拜 Helen Ho Helen Ho 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她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及团体做财务规划 Helen Ho 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计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恰谈详情 GMCC万通贷款银行 拥有9家分行遍布南北家 专业高效的运作 灵活多样的贷款方案 与100多家Landing resource合作 即使大额贷款Jumble Loan 都可以In-house独立审核批准 放款可至2000万 我们努力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的服务 公司扩大经营 承招有经验的Loan Processor Underwriter和贷款经纪 有益者请短信至650-996-1982 650-996-1982 老公啊 我出车祸了 怎么办呀 啊 你没事吧 上次我哥哥出车祸以后 听他说 找重信律师事务所的翁景山小姐 他们有20多年的经验 会为客户联络医生保险公司 最后啊 还向对方保险公司 争取了一大笔的赔偿啊 好 那我马上就来找翁小姐帮忙吧 重信律师事务所 24小时为您提供车祸法律服务 请电翁小姐 415-269-1803 415-269-1803 湾区房地产市场 什么时候是进场的好时机呢 哪一种地产投资的回报率会更高 请报名参加地产投资讲座 电话和微信权号 408-800-5988 408-800-5988 Guggen 您房屋贷款的首选 Guggen 总部位于Sandyville 在Curpertino Burlingame Fremont Crescent Saramun North Jose 和San Diego 均有分行 Guggen 贷款诚信可靠 值得您的信赖 欢迎加入Guggen 精英团队 请电408-720-6800 408-720-6800 408-720-6800 昌星珠宝 名表珠宝世家 飞升国际 百达北历 世代相传 由您开始 瑞士欧米加最新限量版名表 Mikimoto 珍珠 银润 光泽 典雅高贵 Hearts on Fire 全世界车工 最完美钻石 光芒夺目 肖邦 宝基 宝博 宝格力 等顶级品牌汇聚 为志爱挑选 最称心完美的比物 首选昌星珠宝 Santo State Westfield Valley Fair Mall 查询请致电408-983-2688 张丽 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本科 具有15年经验的资深房屋贷款专家 她不仅总能提供最佳的利率 还可以解决各种房贷方面的疑难杂症 询问请致电408-315-9470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在节目要讲的主题是 照顾长期患重症重病的病人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贵宾 她是目前在Kaiser Hospital 担任语言病理复健师的徐迪 徐迪你好 你好 周乐小姐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我们今天是讲如何照顾长期重病的病人 大家心里面大概就已经可以勾画出一个picture来了 那一般对于长期重病 如何照顾有一些基本的认知 我们就先从这边开始 好 一般来讲我们讲就是说 如果病患是属于那种重症的病患 而且他就是长期卧床的 所以我们大概一般知道 就是说他很需要的这看护呢 很可能是一天24小时 一个礼拜七天 也就我们常在医院讲说247的这个照顾 所以那一般来讲病人他是自己不可能照顾自己 所以我们就需要找看护 那这个看护呢 怎么找法呢 常常很多的家属或者是病人 他自己本身都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那一般来讲我们看护不外的一个就是自己家人照顾 或者是自己亲属的照顾 或者是你从外面找外来的看护 那一般来讲我们所谓的外来看护呢 当然有很多的来源啊那一般的病人家属为了预防很多没有必要的一些可能发生的问题 他们很可能就会跟一些agency来做这个签约 那这个agency呢 他本身的良悠也是不齐的 所以我们一般呢 如果说你在医院里面有social worker 他们都会有一些flyers 所以他们不会说主动告诉你哪一家好哪家不好 因为这完全是一个见仁见智 而且看病人自己本身需求的一个问题 所以他很可能会看你有什么兴趣 像我们有一些亚洲的病人 他们很可能就喜欢找这个 whole health 语言沟通的 比如说亚洲的看护 那像有的病人他很可能是选择 他这个看护agency呢 是离他住家比较近的 那所以你如果找agency来的话呢 那agency他对他自己的看护来负责 所以他会负责训练 然后他也会负责他们所有其他的 比如说医疗上的这些保险啊 万一他的工作受伤这些 完全就有agency来负责 那当然那这些agency呢 他有的是按小时付钱的 那有的很可能就是说看你的需求 有人说我需要一年365天的 那他可能就有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contract 所以那这个你就是要跟他的owner来谈 那价钱呢 一般来讲据我跟social worker问呢 一般来讲现在目前大概每小时 差不多都是要25块钱左右 或者是更多 那所以你就要看你的经济能力 是否能负担 OK 那如果说是你自己找的看护呢 那很可能你找看护 第一个没有经验吗 然后第二个你不晓得他 缺乏专业的训练 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究竟合不合适做看护 看护不是说只是坐在那边 什么都不做的 他是要动手做的 照顾这个病人的 照顾 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自己找的人呢 也许在价钱上稍微便宜一点点 但是你也很可能有一些后续性的一些liable 例如什么呢 比如说万一这个看护 我们就讲很简单的 比如说这看护万一说在搬动这个病人的时候 他受伤了 他脊椎受伤了 那你们之间又没有这个所谓的真正的一个契约 或什么 那很可能就说 哦我受伤 那我现在我需要去看医生了 对 那既然你是 那既然你是雇主了 那因为我是照顾你的母亲受伤的吧 那很可能你就要帮我付这个医疗费 那问题是医疗费要付多少 付多久 对 然后是不是还有其他别的后续性的问题 那这些都是你要考虑 或者是会不会是引狼入室啊 也有可能 因为很多的看护24小时的 你可能就要提供住家嘛 那也许这看护人不错 万一他有一些朋友不是很好的话 谁也不晓得会什么 所以这些有很多其他连带的问题 就是你要在找这个看护之前 你要好好思考 是 好好思考是一个总结 那听起来如果要是有的很多responsibility 还有liability的话 找一个agency 不是是一个好的source 对 因为agency一般来讲 他请用的 就等于说他雇他的员工嘛 所以万一你对这个看护不满意的话 他可以再提供别的 然后你interview 然后决定你要的 所以你就直接对他的雇主 所以是一个就等于说签约的一个方式 所以一般来讲 也许对这一方面不太熟悉的人呢 那家属可能是一个比较安全一点点的一个做法 那当然价钱可能就是有的可能时候就会比较贵一点 是 好 那徐迪好像现在听到朋友说 就是说夫妻两个人中间谁先生病的 那另外一个人就是这个生病的配偶的long term care 对 可是如果说自己的年纪都很大 对 实在搬也搬不动 照顾也照顾不动 然后再加上精神上的负担 就变成自己照顾自己生病的配偶 或者是家人 就是实在很沉重的工作 所以自己家属看护呢 也是有几个我们基本的 常常有建议希望家属能考虑的 第一个就是说 你自己本身的这个健康情形 能不能够允许你去做这个看护的工作 是 因为一般重症病人 他很可能自己完全不能自主 不能行动 甚至连自己要在床位上挪动一个很好的姿势 都需要别人帮忙 那你如果说是一个老伴的话 你很可能年纪也相当 你是否能做呢 而且这是一个24小子的工作 你怎么休息 所以你自己的健康情形 你的基本条件 你要有一个认知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如果是儿女的话 那你有你的家庭 你有你的工作 你可能有小孩 你要怎么样去在两个家庭 在你的父母家庭 在你自己家庭之间去这个balance 然后你的工作会不会受到影响 还有一个就是说 万一这个病人是需要两个以上的看护 像有的病人他完全不能动了 然后他甚至在你在帮他做照顾的时候 他甚至有的时候 我们讲说有这个resistance 就是说他反而会有反作力 对抗拒 因为他比如说像Alzheimer 他已经不太能够自主思考 那你可能需要两个人一起来帮他翻身 帮他做 那你去哪里找这个第二个 这个helper 还有一个如果病人有特殊的医疗需求 像要吸弹 他有气切 或者是要做胃导管 那这些特殊的这些医疗 你能够做得来吗 或者清洁伤口 你可以来做吗 还有一个就是说 比如说病人有最简单的门诊 你要怎么样把这个病人从床上挪到椅子上 然后上下楼梯 从椅子上移到车子 对 然后又到车子 然后再大家去看门诊再回来 那这听起来是两个人的工作 有的时候甚至三个人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在照顾这长期病患的时候 你一定自己精神上 也有一个很大情绪上的一个压抑 是 有很多的家属 我们甚至都可以看出来 他们可能有这个抑郁症啊 那你要怎么样去平衡你的这个情绪 像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 我要钳子就可以解决 我们当然今天不是说 在卖这个保险那个保险 但是真的是要未雨绸缪了 对 真的是 好 那这个是看护的基本认知 好 那从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看护 OK 那如果说是要 不能够在家里住 而必须要送到一种 Nursing Home 我就把它称为这个名称啊 就是要到看护中心 到底有哪一些选择呢 许迪 那现在一般来讲呢 每一个不同的看护的这个医疗机构 它有不同的这个就是说requirements 因为它也要看它本身的这个能力 还有它的license能够做什么 是 所以那像一般来讲 我们讲说就是说 对病人提供看护照顾最少的 也就是说病人 你要自己能够做最多的 那这种我们很多的叫做assistant living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说辅助型的 居住型的这种像老人公寓啊 或者是一些院设啊 那这些呢 它就有一个基本条件 比如说它不做这种很深切的医疗的照顾 比如说你有期间 你要吸盘 你有导管 这些它是不能做的 它不能做的 然后还有一般来讲 这些地方呢 很多的医疗保险 就是我们讲的medicare的insurance 它是不付的 medicare是不付的 因为它是住家的 所以很多也就等于说你私人给付 那你私人给付的钱从哪里来呢 一个就是说你自己的家里的saving啊 你的就是说你的金钱啊 还有一个就是有的人 他很可能比较幸运的 他很早以前就为一筹 买了这个long-term insurance 那long-term care insurance 给你的这个insurance的给付 那你拿这个钱去付 但是很多的时候 你可能要自己要再加上自付补贴 因为住在assistant living里面 至少每个月也要好几千块 这个就是说看它的facility 他们提供的这个care 都有不同的价钱 所以这个就是说你要跟他谈 然后那一般来讲 他也要来做assessment 看这个病人的需求 是不是他们能够提供 所以那这个是一般我们讲的 这个assistant living 另外还有第二个 就是我们讲的私人住家的 这个看护照顾中心 我们叫做board and care 那这个board and care 对 讲快一点就叫board and care 就是board and care homes 他一般都是私人经营 很可能就是一个小型住家 里面有三个房间 四个房间 一个房间可能就是有两个床位 然后你的病人呢 就住在那儿 由他们来照顾 那这个价码呢 也是看你的care的level 它的价码是不一样的 这个也是要自费的 这个一般也是自费 那assistant living跟board and care 有什么不同呢 assistant living就是说 病人比如说 他自己可以用这个住步器 用walker可以自己走 他可以走到dining room去吃饭 他可能自己洗澡 只需要人家在旁边帮你忙 那board and care就是说 可能病人他是比较dependent 比较依赖性 需要照顾的多一点了 对比如说Alzheimer 他自己不会喂食 那board and care人会帮他喂食 但是board and care也是一样 他不做这个生切的医疗照顾的 所以你有插导管 你有这个比如说很大的伤口 需要这个wound care的 或者是你有这个气切管的 需要吸弹 这些都是他们不能做的 OK 甚至有的board and care 连你打胰岛树 因为他不是所谓的licensed nursing home 所以他不能够做 所以他的licensed不能做 所以你如果一旦有这些生切 需要医疗资料 这些facility大概都是不会接受你的 那么就去到另外一种看护中心了 对那就是我们讲的一般讲的skill nursing home的facility 那skill nursing home呢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疗养老人安养院 老人安养院 对他skill nursing 所谓的skill就是说他可以做这些比较复杂的医疗的提供 所以是自费的 skill nursing home是这样子 如果你是属于long term 就是说长期住在那边的custodial care medical 如果你是像有的病人他有medical 那他可以用medical去付这个他们所谓的board and room 就是说付他住院部分 medical因为他给的钱一般来讲可能不是那么多 所以有的skill nursing home呢 他可能要要求给付的部分甚至高一点 所以那就看他愿不愿意接受你 看他的家人会不会帮他出入了 这个就是看情形 因为有的时候他觉得你这个病人需求医疗这么多 又要插管又要弃切 他觉得对他来讲 很可能他们在照顾上没有办法照顾得很好 那他有可能他就认为你不适合 他是可以有权利就是说 拒绝 就是说不接受你 或者是他也许当时没有那个床位 有的是男的有的是女的 他不可能为了你一个女的病人 把三个男的病人转到别的地方去 那徐迪这种skill nursing home会不会有医生来看病呢 有skill nursing home一般来讲 就是说在医疗的部分属于medicare的部分 像比如说有些skill nursing home 如果跟kaiser有contract 那kaiser的医生就会去看病人 看他开始的病人 然后他去看kaiser病人 他就说如果这个病人 比如说有肺炎了 那他去看他 他就决定把病人送回kaiser的医院去医治 所以他是属于照顾医疗的部分 他是不负担你住院的部分 所以一般来讲 medicare的病人 他skill nursing home一般都会有个medicare的 他们hired就是一个医生 他会看medicare病人 ok 好 所以看护中心就有三种选择 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 他是在kaiser hospital里面 senior的语言病理副健师徐迪 现在休息一下 回来以后继续看一下 重症患者医疗照顾 也有不同的选择 到底是什么呢 听众朋友休息一下 中理财为大家介绍最新的长期护理保险 夫妻核买一张保单 一份保费保两人 终身无上限 保费固定不涨 用不到长期护理 有人寿保险理赔 可做1035 exchange 同时介绍最新指数年金 开户有现金红利10% 保证每年增值10% 稳赚不赔 欢迎报名参加免费教育讲座 讲座时间6月22周六下午2至4点 留作请指点408-466-0233 408-466-0233 GMCC万通贷款银行 拥有9家分行遍布南北加 专业高效的运作 灵活多样的贷款方案 与100多家Lending Resource合作 即使大额贷款 Jumbo Loan都可以In-house独立审核批准 换款可至2000万 我们努力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的服务 6月份Fremont和Cupertino分行开放日 定于6月7、6月21周五下午2点 只限贷款经济 必须短信650-996-1982预约 湾区房地产市场 什么时候是进场的好时机呢 哪一种地产投资的回报率会更高 请报名参加地产投资讲座 电话和微信权号408-800-5988 408-800-5988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 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都会为您精心挑选 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范宇集团首创财务管理 一站式平台 是人寿保险 年金规划 投资理财 贷款 汽车 房屋保险 一站式权威 总共位于洛杉矶 北加州 San Jose San Mattel Plecenton 三家办公室 为客人规划 最适合的汽车 房屋保险 是您财富管理首选 北加专线888-831-8868 888-831-8868 赞与用心 让您安心 Transpacific 范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 受限于年金的 General Agency 北加州 先由Fremont 及San Jose Office Y 第三家 也于San Mattel 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11家分公司 代理超过40家 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最适合的 保险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 及Back 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 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pacific 受限于年金的专家 唉 这几年皮肤 一直有暗窗 试过很多方式 都没能根治 静好有朋友 介绍我到南湾的 Bofor Day Spa美容中心 现在的皮肤 好光滑细嫩呢 Bofor Day Spa 还有多种方式 治疗各种色斑 去质 抗皱 美白的疗程 配合最新的仪器 最优质的产品 最佳的服务 今天就致电到 南湾的Bofor Day Spa 电话号码 408-861-0886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OK 徐迪 那我们在想 刚才讲到了 Assistent Living Borning Care Skilled Nursing Home 作为家人 这个重病的患者 我们在选择上面 有哪一些考量呢 是 因为你要把你最心爱的家人 送到不管是 Assistent Living Borning Care 或Skilled Nursing Home 都是一个在外面的一个机构 所以你最爱的家人 要住在那边 那点是他未来的 这个一个家 所以你在选择上 你一定要注意到 像我们一般都会建议 一些我们病人家属 有几件事情 你一定要做到 第一个 第一件事情就是 家人一定要去看 一定要亲自去看 别人讲的 只是别人讲的 有的人甚至 不会告诉你 那么detail 然后有的人甚至 以他的观点来讲 对 所以你一定要去看 自己看 因为每个人的要求 是不一样的 看看是不是和 我最心爱又心痛的家人 然后你去看了之后呢 你要尽量的去问问题 而且所以在去之前 你最好先做一下 功课 你把一些最基本问题 你写下来 对 因为人家给你看了 一定是他们 这个facility最好的一面 想让你知道 对 因为他想要做这个生意嘛 他一定给你看 最好的一面 所以你一定要想一些问题 你一定要写下来 因为你常在看的时候 你会忘了你要问什么 然后还有现在 因为网站非常的发达 有很多的都有 像比如说 加州医疗政府 都会有这个 对这个facility做的一些survey 或者是他们每一年都会做这个审查 它的评估 你大概看一下 如果这个facility都是negative的评估 那你去看的时候 你很可能就要考虑一下 或者先把它删掉 对 所以这个很重要 第二个呢 就是说你要看你的经济情况 是否能够达到对方要求的这个金额 对 因为像很多Borning Care 他们可能的价码 可能会有三千五千六千七千 都不一定的 你如果说即使你真的喜欢这个地方 你付不起 那也是没有办法提供这一方面的需求嘛 所以你要评估你的经济 还有一个你一定要看这个facility 它的地点 它的安全 它的安全 比如说 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 它的环境清洁非常的重要 因为很多这种医疗机构呢 对我们所谓讲 Universal disease 像有的是空气传染的 有的接触传染的 那像这些东西 老人它的抵抗力又是比较低 如果它那个整体的环境都不干净的话 那你可以想象而知 它很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 可能发生的一些没有必要的疾病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你要注意到就是 病人的本身的健康条件的需求 如果这个病人是需要很多 这种复杂性的健康的service的话 你要看那个facility 它是不是能够提供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语言的服务 因为万一你的父母是完全不懂英文的 你把它送到一个完全英文 没有亚洲服务人员的一个地方 或者给他吃的都是他不喜欢的食物 对还有我就讲了一个饮食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你都是要做考虑的 另外一个就是最重要的看护人员 它的素质 它的态度 还有就是说 它对一个看护跟病人之间的这个ratio 你想如果一个看护它要对八个病人的话 那跟一个看护只对两个病人 那绝对不一样的 它的这个照顾的care level是不一样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可以问问你身边的朋友 甚至就是朋友的朋友 一般的口碑 对的经验的人 对就是说问他们 他们的经验是怎样 问他们就是说 你如何挑选一个看护中心 是是所以像这些都是我们一般基本的 就是说我们希望病人家属 他们去看一个地方的时候 不要光听别人讲 你自己要用眼睛看 然后要用耳朵去听 然后常常你看看那批已经住的病人 他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病人 或者是他们是不是快乐 可是老病人就是老人又是病人 他当然是不开心的脸了 那还是有的病人还是看得出来的 因为像有一些病人 他很可能不能行动 但是他可以讲话的 那像有的病人 他很可能很开心 看到工作人员来 有的工作人员来对他们 就是你可以看出他的那个照顾 不是说做假的 或者是不是说只是不可怜 他可能看这病人 比如说他的毯子从膝盖掉下来了 马上就把它捡起来 帮它盖好 那像这些都是一些小小的东西 但是你可以看出 他们对病人的照顾的态度 然后还有有的地方 你一进去 如果说墙壁什么都扳拨了 然后地上又很脏 一进去有个潮湿的味道 那种地方你想 你怎么能够让你最心爱的家人住在那 那有的地方 你可以看出他虽然不是很豪华 但是他很有用心 比如说对房间明亮度也很好 那你就会觉得很舒服 彩光也很好 对 你就觉得很舒服 OK 好 OK 那事实上人的生命是到了重病 好了当然是很好 但是如果他的身体情况继续走下坡的话 又要换到另外一种医疗照顾的 facility或者照顾的种类的选择了 在美国来讲 这个也分为三个等级 直到他面临死亡 对一般来讲 现在很多的重病疾病 很多的医生就是会跟家属沟通 他们一般来讲都会给你做一个很详细的分析 告诉你一下 就是说病人他的未来的生命的 比如说potential 然后这当然会影响到他将来这个care 不是说每一个重病你一定要做这个intensive care 就是说什么都要做的 所以像现在我们一般很多的医院呢 都有做这个palliative care palliative care 就是我们中文一般来讲 就是说缓和性的治疗 那palliative care呢 他就是帮助病人还有家属呢 当他在面对一个这个长期重病的一个症状的时候 他医院医生他会提供你一个预防 还有减轻痛苦的一个治疗 所谓的预防就是说他先给你建立一个概念 告诉你一下 那这就是心理方面了 对就是帮你做一些心理的建设 这是针对病人还是病人的家属 病人跟家属都需要 都要 对 因为 这是在医院的时候 就是说当你在 也可能在医生诊所 OK 就是说当医疗人员已经帮你诊断出你这个重症的时候 所以一般来讲他会提供你这方面 那最大的可能呢 就是根据病人跟家属 他们自己的医院 然后他们提供他所希望的这个生活品质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在医疗的任何的一个过程呢 他在任何阶段都可以开始的 同时你不要认为说 palliative care就是好像就是说 宣告你死亡不是的 他同时可以维持做这个疾病的治疗 甚至可以做任何生命延长的治疗 所以在palliative care的阶段 这个病人还有可能活很久 或者是有没有复原的可能呢 这种东西就是说 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level的 然后还有看是什么样的一个病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安宁照顾护疗 就是所谓的hospice 那一般这种病人呢 医生他们就是说会对这个病人评估 他的生命呢大概是少于六个月了 所以那他们也就是提供病人一个症状缓和 最重要是情绪上的一个support的一个治疗 或者是减轻痛 pain 对然后他主要是提供病人的舒适感 然后给予病人跟家属在精神上 还情绪上一个很大的支持 然后他取代延长生命痛苦的这种无效的治疗 比如说像很多癌症的病患 比如说末期的 然后同时呢最重要他会提供你灵性照顾的治疗 所谓的spiritual的care 那徐迪hospice是在一个facility里面还是在家里呢 hospice你可以在家里做 在老人安养中心或者是在疗养院都可以做 医生会去吗 一般来讲hospice它有一个团队 然后这个团队呢可以包括医生护士社工 灵性治疗师还有义工这些都是他一个团队 所以他们甚至会像有的家属 他在面对一个很沉重的一个depression的时候 甚至他会帮助你照顾这病人release 你有的团队甚至鼓励你去做一个小小的vacation 因为他们不希望家属也崩溃在情绪上 所以他是给病人跟家属同时的一个情绪上的support 明白 还有一个我们就是一般来所谓的comfort care 跟comfort measure 这个多半都是生命末期的一个舒适照顾 所以一般来讲医生评估病人的这个生命呢 大概是少于两个礼拜 那这个地点可以跟hospice在的地点都一样的 这个也是可以在家中在安养中心疗养 甚至在医院都可以做 OK 只是换另外一个团队 对像我妈妈就是在医院做了comfort care 就是说治疗的内容就不一样了 所谓的comfort care就是说他是尽量让病人舒服 然后他不提供任何的intensive care 那如果说病人还有意识力 像偶尔他虽然不能吃了 但是他嘴巴干他想喝一两口水 所以医院都会提供这些 那如果comfort care有很多的病人 他已经慢慢的没有意识力了 那可是尽量让他舒服 像医生就会给他一些这个pain management 一些止痛药啦 或者是稍微轻微的氧气 帮助他就是说在过程比较舒适 呼吸容易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们一般如果在医院他会提供 一个comfort care的给房间 他不会再让你有roommate什么 然后尽量提供给家属 像咖啡啊什么 让你也是能够帮助你走过这一段过程 然后尽量除了帮助病人 也是让家属 让你有一个很珍贵的时间 跟你心爱的人在一起 OK我好感动哦 这些都是美国的医疗的制度里面 非常人性化的一面 是 然后他们就是像我妈那时候在医院 说他尽量不打扰你 然后你有需求 他随时会来问你一下你有没有什么需求 但是他绝对不会请来打扰你 就是尽量给你一个peace的一个care 感谢徐迪让我们知道了 这个长期重症病人的一些development 然后在美国的医疗制度 我们可以达到什么目的 还有自己的基本知识 选择以及认知 感谢你徐迪 谢谢你 好的好的 听众朋友我们这个单元的访谈结束 希望你喜欢随时可以在svcmedia.net 重复收听 谢谢您 下次再见 今晚电台节目由范语集团 特约赞助播出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西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 打扫 赞助 女子 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